距离罢免案投票倒数不到24小时 谢国良一大早就来安乐市场 力拼催出不同意罢免票 紧接着跟台北副市长李四川一起上战车 谢国良前脚刚走开始车扫 差量团体接着到谢国良一小时前 才拜访的安乐市场催票 不过双方其实差点就要在同时段 同场较劲 霸良方临时调换行程就怕像前一天一样 跟反恶霸方暴冲突 也拍拍你自己 我不用拍 不可以 你为什么可以动手 差量团体在现场举牌时 反恶霸方的人疑似动手 碰到了拍摄中的差量志工 双方因此发生口叫 谢国良反控差量方才是罪魁祸首 我自己在市场拜票的时候 都有被叫嚣 所以我还是呼吁大家 这个就是罢免所带来的仇恨跟不确定性 对城市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我们尽快来要把它终结 让市民能够回复正常的生活 期盼投票日过后一切都能落幕 来迎全党动员护议人选前职业战将进出 包含卢秀燕 韩国瑜 一整天接力力挺但却传出造势晚会 号召走务工 有网友po出群组截图表示有人 号召向议员报名参加晚会 就能领每人一百元的车马费 谢国良亲自否认陆韩高 我跟我的竞选团队都从未遭到起诉 或者是司法裁决有罪 所以我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 会请党部稍后要去提告 已经看到了今天晚上谢国良这场造势的 场地分布图 每一个区块都有负责任的单位 是需要找人来把它填满的 所以也可以明显看出来 其实今天晚上谢国良的那场造势 根本就是动力不来的绝对不是民意的展现 两边隔空交战大小议题不停火 彼此都要为隔天的投票日拼到最后一刻 金雄罗旺 郭月婷 采访报报道